是不是有点不寒而栗呢?境外,有五指眼睛,几十年来,一直紧盯着中国,这不是在写电影剧本?五眼联盟,听说过吗?这个跨国情报联盟机构是冷战的产物,本该随着冷战的结束而画上句号,却在后冷战时代找到了一个新使命,就是盯防中国。 五眼联盟,针对中国的一面越来越不加掩饰,因它而起的事端也日益增多。特殊,这究竟是什么样的组织呢?五眼联盟,Five Eyes分别是美国、英国、澳大利亚、加拿大和新西兰这五个国家,不难看出,他们都是英语系国家,英国吉他的前殖民地,组织的基本手则自称是共享情报,并且互不监控。 说说它的特殊性吧,世界上也有一些其他多边情报共享安排,比如北约内部,但即使北约各国间也很难做到分享所有情报,因为国家太多,他们的利益并不是时时都一致的。 五眼之间不存在这个问题,因为五个成员国是有着共同语言、价值观和几十年相互信任的好基友。 五眼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,最开始,只有英国和美国。 他俩在破解苏联电文的过程中,感受到分享情报的重要性,决定加强情报方面的协作。 1946年3月5日,美英签署信号情报合作多别协议,正式成立情报分享联盟,该协议被称为UKUSA协议。 UKUSA协议为冷战期间的英美合作奠定基础。 换句话说,该协议巩固了英美之间的特殊关系。 加拿大1948年加入,澳大利亚和新西兰1956年加入,后来加入的这三个国家都是英语国家,同时也是英联邦成员,与英国有着相似的政治体制。 至此,五眼联盟成立。在联盟内,每份情报都标有秘密等级,并注明哪个国家拥有阅读权限,比如,一份美国情报机构,才能阅读的情报上会概有,绝密尽现美国眼睛的红色印戳,而五眼源自于冗长的澳大利亚、加拿大、新西兰、英国、美国五眼可见保密级别,有该标记的文件预示着高级别的文件和信息。 七十多年里,这一联盟的隐匿性或者说秘密性非常高,以至于1973年时任澳大利亚总理高夫惠特拉姆,都不知道他的创建条约是什么,直到2010年6月,UKUSA协议的全文,才由英美政府公布,并首次得到官方认可。 分工。随着时代的发展,UKUSA协议也在不断演进,目前只解密了最初的文本。 根据1946年的原始条约,签约方同意交换以下与外国通讯有关的行动成果,流量收集,通讯文件和设备获取,使用分析,密码分析,揭秘和转换,以及所有获取的与通讯组织,方式,步骤和设备相关的信息。 如今,各国都有专门与五眼对接的情报机构,美国国家安全局,英国政府通信总部,澳大利亚信息理事会,加拿大通信安全局和新西兰政府通信安全局。 2012年12月加拿大智库,防务与外交事务研究所,发布了一份关于加拿大在五眼中作用的报告。 该报告指出,五眼将全球分为五大区域,每个成员负责一区。 英国监测欧洲、俄罗斯西部、中东北非和中国香港。 美国负责监督中东、中国、俄罗斯、非洲和加勒比地区。 澳大利亚负责南亚和东亚。 新西兰负责南太平洋和东南亚。 加拿大监测的是俄罗斯和中国的内陆,以及拉丁美洲的部分地区。 尽管如此,区域划分并不意味着各方只能将其努力仅限于这些地区,而是他们对某些地区负有责任,却没有义务只监测这些地区,况且情报会总后将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分析评测。 发展至今,五眼联盟不再局限于最初的信号情报合作,合作范围还扩大至人工情报、秘密行动、反间谍、地理空间情报、执法以及金融和交通安全等领域的合作。 比如在海洋领域,五眼监测战略海域的航运交通,在航空航天领域,监测弹道导弹试验、外国卫星部署和空军的相关军事活动。 恐怖组织和武器交易也在五眼联盟的监控范畴,特别是现在他们对五眼成员的威胁与日剧增,五眼收集的情报和数据有助于政策制定,也对日常工作至关重要。 这些日常工作,包括跟踪和识别恐怖行动,以及其他非传统威胁的可能来源。 斯诺登曾将五眼联盟,描述为超国家情报机构,表示他不遵守任何国家的已知法律。 他爆料说,五眼的成员一直在监视彼此的公民,并分享各自收集的信息,已绕过禁止监视公民的国家法律。 圈子 这些年,五眼成员之间,也曾出现过一些紧张局面。 去年五月,英国曼切斯特音乐会,遭遇自杀炸弹袭击,美国有官员泄露了该事件的调查情况,英国就曾一度停止与美国之间的情报共享。 然而,这样的紧张不宜被夸大。 五眼历经七十多年,五个成员国说着一样的语言,享有相似的文化、历史与体制,他们一直是铁杆盟友,是以美国为老大的核心朋友圈。 这种基于互信的情报共享具有明显的战略优势,而成员的扩充会弱化这一优势,因此,五眼眼下不太可能再吸收新的成员。 这并不妨碍五眼成员与其他国家建立双边合作关系,五眼之前就曾与丹麦、法国、挪威和荷兰的合作,被称为九眼联盟。 再加上比利时,德国、意大利、西班牙和瑞典,成为十四眼联盟。 十四眼联盟的更正式名称是欧洲高阶信号情报,其主要任务是协调成员国间的军事信号交换。 美国还与法国、德国和日本等盟国,保持着情报共享关系。 在中东,美国也正是霍菲正式的与约旦、沙特、埃及、土耳其等几个国家分享情报,以打击伊斯兰国和其他恐怖组织。 真对。 直到了五眼的前世今生,我们再看看最近的新闻,五眼联盟加强合作,对付中国。 这似乎给人一种误解,那就是五眼联盟以前只关注苏联,没中国什么事,显然不是这样。 五眼作为一个正常的情报交换机制,中国从来都是他情报搜集的主要对象。 对几乎所有国家来说,隐形战线的对抗从来,都是各国对外关系中,必不可少的一部分。 无论双边关系是好是坏,各国都会搜集对方情报,只是活跃程度有所不同。 当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时,彼此间的间谍丑闻和矛盾都是闭门解决。 如果关系不好,外界就会看到公开的指责,驱逐外交官等摩擦。 同时,媒体也会得到一些安全部门的爆料,公开一些对方的情报活动,间谍案件等等。 所以说,改变的不是中国针对西方,或者西方针对中国的情报活动,而是中美关系。 这也说明一点,五眼联盟作为冷战产物,本来没有什么存在的必要,但是美国却有意保留并大家利用,因为它便与美国影响核心盟友,尤其是澳大利亚受美国影响赤身。 在中澳关系上一轮的紧张中,华盛顿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,相较之下,其他国家对美国几乎没有影响力。 据说,为了应对越来越强硬的中国外交政策,五眼联合日德法等国家经常碰头,一名在过去几个月参加了多次相关会谈的人士说, 我们如今生活在一个新世界中,突如其来的威权政府正在促进我们之间更紧密的合作,强化我们的情报共享。 在这一针对中国的跨国联合阵线中,华盛顿和堪培拉扮演了重要角色。 美国主要负责中国投资方面的情报协调事务,澳大利亚则致力于抵御中国的政治影响。 澳大利亚政府援引对中国影响力的担忧,公布了《泛外国渗透法案》,收紧对外国游说和政治捐款的规定,同时扩大对叛国和间谍活动的定义。 美国推行了一项名为《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》的法律,赋予华盛顿新的权力以阻止某些类型的外国投资。 该法案的文等要求特朗普进行更强有力的国际外联努力,以说服盟国采取类似的保护措施。 再看看频繁爆出的中国间谍、中国黑客等等诸多事件,其目的很清楚,美国极其盟友就是试图阻挠中国的高科技发展,不想中国继续做大。 舆论干扰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种手段,这些舆论在营造中国已经被冷战的感觉,想要带偏节奏,让我们疑神疑鬼,自乱阵脚,最后自毁长城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